调馅的时候,淀粉绝对不能加多 加多这种肉香味就出不来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串丸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这个粉丝泡上 加开几 很快就泡好 放到这个位置上 三两肉 三两肉呢 二两半瘦肉 半两肥肉啊,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个馅 是提前用这个 搅馅机搅出来的 咱们呢,要这样 砸 你要是手工剁出来 比如说剁,这么剁 格子刀剁出来,这么样剁 再这么剁 这个刀法叫啥呢 叫格子刀 然后再这么砸 如果你用那个搅馅机搅出来的 也是 必须要这么砸 砸三分钟 你就按我的速度 砸上三分钟就可以 通过砸呢 把它这个显微砸细 然后呢 一上水分的时候 它一吸收水分 并且呢 网子煮的这个表面呢 有光滑 光滑度好 这个肉馅呢 叫半熔泥状 什么叫半熔泥状 一半吧 像 肉泥的一样 另一半呢 比较粗糙 现在呢 加入一个蛋清 先把这个蛋液往里搅一下 转着圈 这么搅 好了 一会儿见 朋友们啊 看 三两肉 加这些的一半 花椒面 这就可以 现在呢 继续搅 前后搅油两分钟 就这个程度了 现在呢 往里加水 看能加多少 满满的一勺水 25克 半两 看 又干糊了 这个就效果非常不错的 满满一勺水 再不能加水了 就是干 也没问题 盐 味精 胡椒粉 看看啊 越嚼越干 看看 倒起刺 你看这刺 能旋住 不往下掉 这就未标准 再加入淀粉 吃淀粉 看看加多少 少加 不能加多 煮料里头 那个鲜汁 让它能溢出来 这个汤才味好 如果淀粉加多了 里面的鲜汁出不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汤不够鲜 加上点这个淀粉呢 肉质呢 滑嫩 然后呢 鲜汁还能吐出来 这就可以 看看这样 不好意思吗 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呢 里面少加一点油 要有材料油 要有材料油加点材料油 我这个啥油呢 是色拉油 不是材料油 越嚼越干 朋友们 全程 有始至终 这么嚼 这么上劲 三分钟 就这个程度 非常好的个效果 看一下 就这个样 起高了 非常漂亮 放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直接把这割再烫一下 这就好了 看看割再一滤 就可以把它逼出去 除下炒酸 朋友们看 这样往里下 关掉火 关掉火 用手勺 这么下 直径的2.5公分 这样 干说快 咱们家这几个 好像还用不着 这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样往里下 再沾一下嘴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六个 这么一下 怎么干 这个活都可以 可以吗 看最后 这个活是这样 谁干 他也是这样 最后收尾 一个丸子 撸一撸手 干净干净 又是一个丸子 放到锅里 玩活 这个时候呢 让它定型 两分钟 朋友们 现在够两分钟了 飘起来了 有飘下来的 吸成熟 是没问题了 现在点着火 说你这个 把火 关了的 目的是什么呢 是怕这个 网子呢 用开水 花花开的水 网子下里 散花了 所以呢 把火关掉 就我做这个网子 花花开的水 下里一样是整整的 没问题 我这个做的好 然后呢 用刀背又砸了三分钟 就这个程度 一点问题没有 并且走了以后啊 拿下这只网子 往往这里 它一能像皮球都能传进来 这就非常好 现在开锅了 把这个上面这个浮沫 往处打一下 加这些盐 开始加胡椒粉 加上一点水 把它稀释开 这个味啊 你就不要想 能不能好 你看我上边 除了那个沫子 就代表这个丸子 做得非常成功 把肉里面的鲜汁 吐出来了 才能有沫子 它要吐不出来 它不再有沫子 现在的丸子 基本上成熟了 再尝一下口 加味精或者鸡精 我最喜欢的是 这个鸡精这个味儿 把这个剥菜 下锅 粉丝 下锅 葱姜丝 下锅 碗子都飘下来了 好了 根据自己的爱好 放点香菜也行 不放香菜呢 放点香油 这也是相当好的 来一滴香油 好了 喝上点汤 肉香味非常浓郁 汤的鲜度 来源于这个肉 肉王子 肉王子呢 在调馅的时候 淀粉绝对不能加多 加多这种肉香味 就出不来 淀粉要再加多了 它还飘不起来 这都是关键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猪肺观看 咱们